在少年宫的音乐教室里 被优美的阳琴旋律牢牢吸引的 是几位来自美国的客人 听完一曲 发现太美 但也太难 来自华盛顿的山谷 决定盲选一个软柿子来挑战一下 那就鼓争吧 别说 作为一名菜鸟 已经算是有模有样了 山姆和伙伴们 都是来自美国文化教育 大学智库青年代表团的成员 在6月中旬 他们就来到中国 游历了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 6月17日开始 他们来到广州 参访当地的学校 教育机构 博物馆等 大家都是在美国从事艺术与教育相关的工作 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在这一趟中国行李 所到之处总有欢声笑语 在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 大家一起参观了计算媒体与艺术实验室的老师和同学 运用动作捕捉系统进行实验研究的过程 通过摄影系统和强大的程序计算 就可以将人的动作记录下来 直接复制到游戏或影视作品中的角色上 系统很复杂 但亲自体验的快乐倒是很简单 交流团的团员们 现在人均都是摄像师了 酷是美国人近几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了 玛格丽特是一名戏剧表演者 也是一位作家 她最喜欢广州直信中学学生们的陶艺创作 这是这所中学的特色课程 满满一屋子的作品 这位作家拿着手机拍了一圈又一圈 她说这一次的交流收获太多 给手机内存造成很大的负担 下一次她最想去看情史黄斌马俑 这是我的第一次旅程去中国 我之前没有来过来 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经验 我非常感受到这些关系 我和人们在这里 逛大学 中学 少年宫 听中国传统乐器的优雅 也感受大剧院的现代魅力 美国青年所到的每一处 也都有年轻的中国面孔 用英文和大家侃侃而谈 青年间的交流并不费力 艾米丽来自美国佐治亚州 这也是她第一次来到中国 这一趟让她将所见所闻 与以往从媒体上接收到的 关于这个国家的新闻有了对比 我估认为了很多的我的印象 是什么我听到媒体和媒体在美国 甚至我认为我听到很开心的媒体 我来到这里 我认为我没有 我认为我完全改变 我完全改变 100% 我希望我的朋友和家人来来 所以他们不只是听到美国的媒体 但是他们来和看什么 它真的像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共产党 作为国家的国家 我们不必须被困住在自己的几桌 我们不必须被困住在自己的几桌 我们不认为我们不认为 我们可以一起来 和做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感谢我的经验 和朋友和家人回家 and I hope that I can invite others to also be a part of Bridge to the Future because I hope that more people can experience what I experienced